10月30日,2019蓝莓农业农资合作峰会即经贸洽谈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来自蓝莓六国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共2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 深入发掘中国与东盟特别是蓝莓流域国家间的合作潜力 促进农业农资等领域务实对接 在会上,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与缅甸联邦工商联合会 缅甸水果、花卉、蔬菜、生产及出口协会分别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本身動画的计算日,特大晋制中有投入看看 そして、通过它的合作者是为什么要牧场 Business Talk and Business Trade, DDA, B2B relationship and also we can link even I got a relationship from the ADR that they wanted to buy from us recently we were able to discuss in the near future this platform will continue to stronger our collaboration especially Agri-Gacha broader trade and not only from Germany China but also the Mekong region more focus on Mekong region 据悉,2019年起来 东盟历史性的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连续十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东盟是中国农业农资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市场 是中国农产品进口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 在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中地位显著 这次峰会开的呢给我们加起了一个跟东盟很多国家的一个桥梁 包括农资农化这一块 通过政府部门的一些接洽 包括我们跟一些公司的一些沟通就更加的方便跟顺畅了 那么从中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机会 北省峰会互联互通合作共享为主题 由中华全国公销合作总社主办 中国东盟农资商会成办 云南省公销合作社联合社联合成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твор也认为更多的意义